今年是2021年2月19日 剛才有分析過TVB、ViuTV和麗的亞洲電視的一個回顧變化 讓大家可以作為一個命理上的參考 這次來講一些很多人問我的問題 美國如果蓬佩奧將來出來選的話 說有沒有機會做到下屆的總統 看看有沒有找到他的出生年月、日、時、訓 如果沒有就很難批 有喔 季某年、甲子月、丁美日、丁美時 出生在下午1.32分的位置 而可信程度是挺高的 在一個外國的尖聲網裡面看到 他的評級是AA級 AA級的意思 即是說出生的時間是可信度高的意思 我們看看這個八字是一個什麼的結構 季某年、甲子月、丁美日、丁美時 丁火是他的日元 他就生在冬天 七煞王 丁火一定要見甲木才可以取貴 特別是冬天 丁火生在紫月透貴 所以我們叫做殺印傷身的命格 和拜登有點像 記不記得我之前分析過拜登的八字 丁火日元用甲木 拜登的八字 所以我說用印的人 最多只適合做副總統 就不適合做總統的 如果萬一被他副屋做了總統 副屋的意思就是 他本身的命格去不到那個層次 但是因為一個人他做到皇帝或總統 他的持權者未必是他自己本身 這件事我們可以從中國歷史中見得到 譬如說他是做了皇帝 但原來他的實權在皇太后上 即是說他也是在用印 即是說要受人控制的意思 所以如果一個用印的人 他做了總統的話 即是說他經常都要受制於其他的人 不是他自己可以自由自在 去控制局面這樣的意境 不是說用印的人一定做不到總統 是他不適合做的 之前我分析拜登就已經說過一樣東西 原來蓬佩奧都是一個現場 因為他也是用印 其實蓬佩奧都是不適合做美國總統的 他不適合不等同於他做不到 他是不適合做總統 因為他也是用印 即是說他也是適合有一個 比他更加強勢的人捏住 他才能夠發揮到他自己的才華 萬一有一天他需要自己去發揮自己的才華的時候 那些東西就很容易會倒捨落下 即是會是這樣的現場 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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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大